大安分局派出所远景余龟来到酒店进行扩大领检 一整排如临美腿辣妹排排站 让波利市逐一查队政见 响应氏族风有人穿着红色比基尼 更多人换上了黄色橘色蓝色白色的啦啦队服 展现青春活力 原来这是因为前阵子台版柬埔寨被囚禁的迪亚遭到虐待 到近来政界沸沸扬扬的黑道话题 为了维护治安 人民保姆也开始绷紧神经 大安分局统合警力 针对帮派堂口以及衣服为室或赖以为生的行业 有治安顾虑等等地点动员警力 用区块封锁方式 运用巡逻 陆检以及蓝检进行高强度威力扫荡 加强查庆潜藏帮派活动据点 大安分局表示 刑务首日配合刑事局 查获竹联邦经安会成员涉及投资诈欺案件 共逮捕嫌犯50人 毒品 诈欺案各三件三人 警方也呼吁不法分子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若有酒醉闹事 聚众斗殴等等不法事件 警方绝对依法严办 绝不宽怠 记者 胡彩勇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正 Ens补 出场 警方